字幕提供 2018年 怎麼搞啊 我幫你Post出來的 停牌 停牌呢 說真的 我真的預料不到的 大家留意一下 在結算之前 其實你逢側是做Long的 你都有權利去行駛它的 有權利去行駛你的權利 只不過那個交收的動作 要是去到那個股票復牌才可以做到的 因為它停了牌 說真的 你的對家做short那個 它想給貨你 又給不到貨 你的對家如果是short put的話 它想讓你去沽 其實它都做不到這個動作 變成你一定要等那個股票復牌 它才可以完成到那個交收的動作 所以這個這樣的case 瑞昇的case 是一個很好的教材來的 我這次呢 我和自己說 我這次都算是糟糕的 因為我都對它在結算之前 復牌的期望是不太大的 但是我做Long 我最多拿著期權金而已 而且我是價內的期權 我大可以在它結算之前 就跟證券行說我要行駛 是 到它復牌的時候 已經可能是過了那個結算的了 但是復牌的時候 它的價 假設離它停牌之前的價不是太遠 我仍然還有一大部分的內在值在那裡 真的可以做到那個沽那個股票 做Long Put 行駛它的權利的效果 而這個呢 是做Long才有的權利 做這些Long呢 尤其是這些這麼康見的情況做Long呢 一定不會說太大處的 除非你真是很有信心 和它打算吃大茶飯呢 你才可以說大處一點的 另一個教訓就是 認得很厲害之前 就最好看看是不是已經 真正認識了糊 還沒吃糊 都不要認得很厲害